投资理财成为全民运动金融诈骗也越来越窗绝 统计了去年整体的诈欺案 投资诈骗就高达了三成 财损金额更是高达了53亿元 金融业联手政府积极阻诈 在2024台北金融科技展当中 富邦证券特别设置了全企的游戏 将常见的诈骗两大手法融入到游戏当中 提升民众的试诈能力 来到2024台北金融科技展 摊位上的亮点还有这个全级闯关的游戏 现在看到萤幕上 萤幕上出现的是常见的诈骗手法 接着只要出拳打击犯罪 就可以知道主诈的因应方式 展场中富邦证券特别设置了全级游戏机 帮助提升民众试诈的能力 就是因为台股近年热度飙升 诈骗的手法也跟着推陈出新 根据政府统计去年诈欺犯罪中 以投资名义的诈欺案占比都高达31% 财损的金额更高达53亿元 尤其常见的诈骗手法 就包括了冒用名人还有新谷抽签 假见名人的名义来邀请你加入LINE群组 然后声称可以保证高获利 那如果投资人一旦相信的话呢 就会落入诈骗极端的套养杀的策略 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这个新谷抽签 那如果有人声称说是这个保证抽签 保证抽到然后不限张数 那中了之后呢再汇款 这些都是属于诈数 富方证券肩负起金融业反诈的责任 也特别设立了专责单位 除了制定防诈机制与通报流程 更透过资安的技术防阻尾茂网证 今年呢富方证券通报诈骗的案件 就有17件 协助拦阻这个诈骗的金额 高达4600万元 金融业联手政府打击诈骗 投资人交付款项时 也必须要停看厅 或是询问金融从业人员 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叶宇玲 邱文杰 台北台方报道 感谢观看